好 回到新台湾新方大道 我要来念一下 王文华 他有一篇新的文章 真的很好笑 就是中年男人要的不多 他前面讲的这个 跟身体还蛮有关系的 听清楚了 他说 医生说走路是最好的运动方式 走回家一身汗 冲澡之前先把水楼口打开 水变热了才可以跳进浴缸 不要冷的跳进去 洗的时候呢 不是像以前洗澡的时候 在那边哼歌啊 是摸摸看身上有没有肿块 穿不到三分钟呢 脚底就积满了水 该死了 这个水龙头啊 又被掉下来的头发给堵住了 洗完澡呢 赶快穿上衣服 免得受凉了 坐在床上 我突然了解到 Oh my God 我是中年人了 然后上次唐湘龙也在讲啊 他说什么现在起床 尤其是冬天 你不要讲什么心血管病啊 自己人到中年了 早上起床 不要咻一个起来 劈啪就出去了 起来稍微坐一下 温暖一点 劈上衣服 慢慢的起来 房间的门打开 外面的空气可能比较凉 然后呢 在出家门的时候 再到公司的时候 一关一关的 然后说人到中年 每一关都是一关的 因为像我是固定要早起 五点多钟起床 我现在已经不敢 立刻跳起来 我真的是吃了闷亏 因为早上大家都在睡觉 那我一下子 立刻跳起来的时候 我竟然脚就软了 然后就趴在地上 很痛 不敢叫 因为老公还在睡 我想说我应该可以 自己撑起来 我撑了好一会 发现不行 还是得喊人 然后才把老公叫醒来 那再把自己扶起来 那到底是怎么呢 我也不知道 腿就两腿一软 就跪下去 后来医生就告诉我说 你千万不要立刻就站起来 你一定要先在床上伸展一下 可是冬天呢 你稍微伸展 又睡着了 所以还是赶快起来 我可以帮你提醒 因为到了中年 我们的人就像一部机器 你的血管的弹性 已经不太好了 所以你如果前动作的时候 叫做知识性低血压 对 这个所以还需要你热身动一动 然后起来 这样才会让他弹性 而且到我们这个年纪 其实你会经常跑医院 我刚早上才从三种跑回来 我一个很要好的朋友 今天进病房 他进开刀房 乳癌一起 虽然是很早就发现了 可是就晴天霹雳 他一辈子都是奉献在家庭 然后为了孩子为了家庭 然后到了这个阶段四十几岁 他觉得我手头上也有一些签 我好像也可以过自己的生活 有兴趣啊 然后可以小孩也比较大了 自己比较自在了 好了 得病了 那这接下来的日子 马上立刻晴天霹雳 要怎么样安排 一步一步还真的 有很长的学习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 中年恐慌的新三高 第二个就是高离病率 都不想去吓人了啦 反正意思就是说 40到59岁离癌的人数 巨幅的增高啦 这应该不是大部分啦 不过应该有很大一个比例 医生应该是压力吧 一定是压力 而且我举一个例子 因为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例子 因为我有个朋友 他是一个高阶主管 是管一整个处的处长 然后他已经看到他的主管 曾经在开会的时候 砰开在讲话 讲讲讲 人就整个趴下去了 然后就送去医院 也是中年吗 那个时候才不到50岁 中年嘛 然后他眼看了这个主管 就这样子了 然后他是出去以后 没有再回来 人就走了 后来有一天 他就坐到他之前主管的位置 一样在开会 然后他砰 倒下去了 也是被送出去 其他同事来说 这个第二个 第二个 隔天他赶快把工作辞掉 我说你命真大 上次那个没回来 你还可以保一条命 他赶快把工作就辞掉了 其实这高离病率 我想分两个层面来讲 就好像你如果真的看医学数字 现在癌症的数字 有没有减少 没有 是增加的 他有好的一面意识 但是也有不好的一面意识 好的一面意识 因为我们的科技越来越进步 我们检查出来了 对 第二个 我们大家也越来越有sense 我们因为说定期的 去做健康检查 那比如说童胸是乳癌 那可能在很早期的时候 你就检查出来 赶快做适当的治疗 还有存活率升高 这是他正面的 但是不会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显然有许多是 现代人会罹患的一种疾病 比如说你看刚刚那提到癌症 特别是乳癌 其实现在虽然说 有的人说是他有什么家族史 或者是说 未婚 未婚 但是压力这件事情 其实在我们现在来看到 确实是很多疾病 包括乳癌 包括很多身心症 会造成的一种疾病 甚至现在我们还在诊监 或是在医院里面会碰到一种 更妙的一种状态 那种状态就是说 像我这个板子上面提到的 身体不是找不到病因吗 小心自律神经失调 这什么意思呢 因为自律神经 其实是我们身体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系统 从头皮分布到脚底 它本来是为了要让我们 保持那种一种稳定的感觉 它里面有一个叫做胶感 那个胶感就好像在我们吹油的 副胶感大部分就在刹车了 但是当你有压力 焦虑 忧郁 或者是你失眠的时候 它就很容易不稳定 那我们每个人的器官又不太 敏感度又不一样 像我们手上有个案 它真的常常都是被 可能是神经科 心脏科 或是心疼代谢科 或是什么骨科等等 看完了就是说跟你说 他去抱怨说头痛啦 头晕啦 头重啦 去做完什么 该做的现代检查 核磁共振 电脑都正常 完转的跟他说 你可能压力太大 你要不要找精神科 或身心科医师看一下 然后做了自律神经的测量 发现哇 自律神经 真的是很不稳定 我就是这样子 因为那个自律神经 包括我们的吸气吐气 实际是不规律的 因为我们会过度换气 我们个性会很急 你换气会很快 所以我做过一个测验发现 我的吸气吐气 是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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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没有办法规律的时候 原来是有差异 你要正常规律的吸吐的时候 它是很规律的上下跑 结果我们是乱跳的 原来这种人 我们外表完全看不出来 因为我们看起来很能干 头脑很清楚 可是脑子里有一把火在那边烧 吹出你动作快一点 后面还有八九样事情等着你做 所以才会人家说 什么呼吸吐吐那么重要 对 现在还有很多人说 我们现在不太会呼吸 你一听很莫名其妙 我们现在坐在这边 哪还不会呼吸 真的不会呼吸 就是像我们这种不会呼吸 所谓不会呼吸就是说 你因为常常让自己的呼吸节奏不顺 像我们在医院里面 也碰到有些人 比如说在那边开会 结果老板突然点到他 然后他起来呢 要报告 这种中年 然后小竹 已经主管了 报告话没两三句 突然以为是他中风发作 送到医院 呼吸 换气过渡 换气过渡 那种就是 就是因为你当时一听到 太紧张了 这可能这是 这是我们大老板要我来报业绩 我要想怎么报 我要从第一句报 还是从怎么总结报 还是想的时候就紧张 一紧张起来的时候 你那后面秩序神经一失调 就是开始整个人都喘起来 送到医院去 原来你就是在呼吸不顺的时候 把氧气拼命的送进去 把二氧化碳拼命的吐出去 造成失衡 就人就 就这样手脚麻 然后就 报告没做完 有时候你会感觉像喝了咖啡一样 那样心悸 以为是自己喝了咖啡 或者喝了茶 后来发现不是 是我的自律神经失调了 然后你就看到你的手 在这样抖 然后一直告诉自己 深呼吸 没有办法 这实在压力太大 其实你经过很多 在职场上头有一个顺口溜 可以描述王文华 在这个中年的时候的这种心态 就是在职场上头 二十岁看学历 然后三十岁看经历 四十岁看资历 五十岁看病历 六十岁看黄历 这什么时候藏在图里面 不会是六十啦 现在的人看 而且我觉得四十岁 你刚刚讲那高历病历 你不要讲那种困难的 就是高什么癌症什么的 你知道光四十岁 你就开始觉得身体 开始各灵界出毛病 第一个从眼睛 就不听话了 眼睛老花 你知道老花跑出来 四十岁那名片要拿那么远 而且现在很多人说老花 提早成三十五岁 因为电脑的关系 就是你用电脑用的 像我们现在萤幕使用力太高 所以像我现在四十岁 我现在戴上隐形眼镜 我梳要拿那么远 对我run down看不太清楚 真的 四十岁开始 然后牙齿 你会发现哪一颗特别酸痛 去检查他高临牙周病 因为这也是 大概中老年时候 开始会发生的 然后刚刚讲的那些什么 最明显的 就是躺在床上睡不着 然后呢 不该睡的时候 躺在沙发上就睡着了 看电脑睡着 睡着 醒来精神还不好 这都是中年人 开始出现的那种各种 他一直想睡 但是睡不久 然后所有的那种小小的毛病 会发现这个身体到 在四十岁以前是自己的 四十岁以后他不是自己的 人家不是讲吗 四十岁之前 你怎么整理的身体 四十岁之后 他就加倍的回来整理吗 对 然后你开始这个体重 开始慢慢上升 刚刚讲男生搞悟同嘛 女生跟年齐 就算你体重没有上升 肉会跑嘛 对 看你再怎么减 你又发现 体重难以下降了 对 其实今天刚刚王文华 在讲运动这件事情 我正好 我也要呼应他 其实我们很多人 在台湾来讲 运动的习惯 美养成人真的还是很多 那运动其实他真的会 这个运动 我们常常呼吁就是 让你自己身体里面 包括脑部全身 会分泌非常好的荷尔蒙 那运动还有很多 就是培养体力 像我就是有一个 这样中年的公务人员 他来跟我说 你知道吗 我什么时候才知道 我真的是老了 还不是跟小孩子比 而是呢 现在的单位都是 拼命都是 人不多 事情多嘛 对 然后现在最近可能 下个月要评鉴 我们现在可能要加班 这个一加班呢 加班到九点的时候 开始他就头昏了 头昏了 打他去想睡觉 看那个年轻人 人家还是拼命在做 我心里想 我这也不能输给人家 但是就集中不解 有精神啊 结果回到家呢 想说我赶快睡觉 明天好好起来 就像你想的 接着回了家 然后在这想完蛋了 睡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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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第二天 人家继续干活了 我开始在那边 眼花缭乱 精神不济 你叫我们怎么办 你是医生你都会 我讲的是公务员 今天很多人不是讲说 年轻的时候去外面玩啊 一夜不睡觉 没关系 现在不要说一夜不睡觉 两三点睡觉 可能要睡三天来补 对 没错 所以哪要靠运动 来养成这个体力啦 因为我们很多人的 华人的迷思就是说 哎呦 就像包括我们现在要考试 考技嘛 还有我们很多人说 我事情很多 我怎么可以去运动 错 其实运动它真的 会让你有助于晚上的睡眠 而且无形中增加你的体力 我愿意呼应那个333的口号啦 一个礼拜至早三次 一次至早三十分钟 这运动要以粗汗做指标 让你的心跳跳得一分钟 一百三十下 其实这是聪明的 让调整自己身心健康的方法 不过讲到运动 其实我最近有一个观察 我周围有一些 也算是进入 反正就是进入中年的男生啦 有的是 比如说小孩子念国中啊 什么那一类的 他们现在很重视 要骑脚踏车啊 要去跑步机啊 什么很重视自己的外表 都老男人 我都开始觉得说 你们是不是非常好啊 我觉得千玲的这个观察 就是说开始注重外表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这个观察是非常有必要的 而且也往往是非常正确的 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 现在在职场上头 像连杨医师这样的工作的朋友 大家都认为说还是高薪 甚至于工作很稳定 都还会有猝食 所以大家啊 其实对于工作的这个投入 非常的高 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其实就是危机感啊 你如果没有危机感 你干嘛 干嘛要那么卖面的工作啊 就是招不保息啊 这种的因素才造成的 很多在三十岁 很多的猝死啊 就是过劳啊 都是在三十岁 以前就发生了 还不要 还能够撑到四十不错 所以还是呼吁一下 那个刚刚杨医师 特别提的这个运动啊 运动有的时候啊 真的是不限时间了 你哪怕站立起来 把脚尖踮起来 他都会有助理 我们可以有一个 变形口号叫一一一啊 当然不是帮那个人力 帮帮到那些三米时间 一一就是专门 少一个一是四个一 OK 因为譬如说 我们有一些人来 我讲到有运动 他已经跟我说 我一天上班六天 我怎么有时间运动 我说 臭 我准备下一个口罩给你 依依依 你每一天尽量抽十分钟 你这个运动 它不用很大的场地 像你刚刚讲 最近也有人医师教 有一个我们养生的医师 他说你甚至用椅子 你学习 左脚上去 右脚上去 然后蹲一下 再下来 做十分钟 你认真的做 你也还是能够让你 每一天十分钟 让心跳跳到110下 那也是OK的 我们很多人不运动 是找理由 没有成习惯 我们在这边讲 轻松的话题 不过先插播一个最新的消息 就是前农委会主委陈武雄 以及前防检局长许天来 涉嫌隐匿这个禽流感的案情 这个疫情 今天下午遭到了北检的约谈 那么检方已经正式 把两个人列为是被告了 下午两点先由陈武雄 他向检方来说明 而且把陈武雄跟许天良 两个人分开 来分开真讯 才能够比较出来两个人的证词 有没有什么样的出入 待会更新的进展随时插播 我们的话题回来继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